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兄 侍父 妻娘 吟嫂 这些事情 唐太宗 李世民也做过 可为什么两人的评价差距这么大呢 历史上 我们熟悉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为了获得地位 杀害了自己十多个兄弟 更是霸占了自己的弟媳 红农 杨氏 甚至还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这样的人为什么后世的名声却这么好呢 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兄弟相残 刀兵相剑 大哥 弟弟 即便是幼年的弟弟 李世民也没有放过 而隋杨帝杨广 少年历经图治 但似乎很少有人记得杨广奋发图强的样子 只记得他为了谋取地位 杀害哥哥杨勇的凶残 如果单纯的 从这件事上说 两人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 再说妻娘姻嫂 杨广霸占了自己的嫂子 而李世民呢 占有了自己的弟媳 如果单从文明道德方面讲 两人的道德几乎没有差距 只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然而杨广霸占嫂子完全处于淫欲 而李世民除了美色 又有什么考虑呢 其实这位杨氏 出自于红农杨氏 说白了 背后站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家族 有了这个家族 李世民能够更好地坐稳位子 此外 史书记载 李世民曾多次详立杨氏为后 只是大臣多次反对 只好作罢 但不可否认 李世民的确宠爱自己的这位弟媳 还为他生下一个儿子